朱远章八次北伐 公元1398年朱远章称帝袁惠宗北陶 1370年正月初三第一次北伐开始了 约分两路最终大败王宝宝和袁惠宗 明星两路皆大胜 公元1372年为了消灭塞外北原势力第二次北伐 此次北伐战略主攻最终搞成了最次围战 总体上以失败告终 1380年2月第三次北伐 针对北原国公托火赤 陆英帅君对其展开突袭 托火赤被抓了俘虏 1381年正月第四次北伐 主因是北原平张美儿布花等人南亲 最终大败援军 侮辱北原平张便里布花 汉史文通等人 各路明星接胜 合伍20年9月初二第五次北伐 北原太尉纳哈初战略松花江以北地区 成为明朝东北大患 宋国公冯盛率军出征纳哈初 纳哈车走投无路被迫投降 遥动成为明朝势力范围 洪鲁20年9月第六次北伐 对天元帝托古斯天墓尔突袭 最终天元帝托古斯天墓尔一杀 本原太为蛮子失败战死 本原贵族及士兵投降 缴获大量北原宝喜图书金鸣印章 洪鲁23年正月第七次北伐 北原城乡咬众 太为奶儿布花 志愿阿鲁天墓尔等变换 兵分两路北征 燕王朱蒂趁大雪直到敌营 奶儿布花的人被迫投降 后29年3月第八次北伐 大年为以北有北原军队活动 朱蒂为帅 援军大败 原将有数十人被俘 同时 大带北原将领哈拉乌 最后来点赌道